我這個歷史的 阿皮卡 你去 少林子的和尚 少林子被人踢爆的主持 但我們沒有證據在手的 要講清楚 只不過他報紙賣得這麼大 現在在網上炒得很熱 但這個不是他本身的錯 是共產黨搞出來的 禁他的頭盔 是嗎 當年文化大革命 他抓了和尚師姑還族 和尚要逼他娶老婆 尼姑要逼他嫁人 到他改革開放 他就拿回和尚出來做主持 因為他要找人念南摩 做法會 和尚出來每個都是老婆 你讓他結婚 這樣 我當年在八十年代 我就試過在北京 他們搞那些繁唱 叫了幾十個和尚 叫過比爾潔 我一入到會場 我為何和尚過戴帽 有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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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共產黨 處於某一班人 來搞這些遊戲 又是不誠實 整個國家是搞一個不誠實的遊戲 大家看到最近拘捕那些貪官污吏 由上至下都拘捕那麼多人 現在還在拘捕 周圍不誠實 我們是很無奈的 這個社會就是不誠實 這些都是他們一些不誠實的制度搞出來的 不只是少林子一個 中國全都是類似如此的人很多